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上個月開始大陸方面放寬了防疫措施 大陸感染人數有上升 現在官方數據其實與市民的感受有多少落差 專家說因為沒有再做大規模核酸檢測 和很多輕症和沒有症狀的感染者都沒有再上報 所以數據上會有落差 而中國官方所公佈的染疫和死亡人數令到國外質疑 甚至世衛亦都叫中國發佈可靠疫情數據 根據香港01報道,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 昨天指出, 過去三年中國對每一宗疫情和一些重要病例 都進行了一個病毒株的分離監察 相關資料都有與國際社會分享 至於官方疫情報告的資料和民眾感受有極大落差的這件事 此時不專有解釋 因爲中國不依照行政區域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 而聚焦重點人群和重點機構 其他人員是願检盡檢 而檢測與報告人數便有所下跌 而他亦都说到另一个方面,很多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都居家隔离,快晒之后亦都没有上报, 亦都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就组成了现在感染者的报告和实际人数是发生了一些出入的。 世卫那边就表示了,4号指出了,中国目前的数据未能够充分反映住院和家户病房的住院人数,尤其是死亡人数。 好了,而世卫那边就说了,世卫对中国的感染病例激增感到担忧,就叫中国政府提关有关住院和死亡的可靠数据。 而世卫那边在5号的每个礼拜的报告就说了,由1月1号到5号,中国所通报的新冠一周新增病例数是2108,019例, 亦都是因为现在大陆他不做一个大范围的检测,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掌握不了一个很准确的数据。 所以如果你说外国叫中国提供一个准确可靠又长净的数字, 他们只能够去做一个大范围的核酸检测。 但是以现在的大陆来说,要他们做核酸检测应该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类的核酸检测公司就已经连那些核酸庭都要做二手的摆上网卖出去了, 那你说还有没有核酸检测公司去做这么大范围的检测呢?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大家有什么想讲呢?下边留个言啦,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